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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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著南洋食堂的招牌 這家店光是外觀就不簡單 一打開門 裡面的場景 你可能會嚇一跳 我愛索羅河 沒像花一樣 木框組合的收銀台 光是吧台就復古十足 整體是木頭製作的桌椅 櫃上出現傳統的膽珠汽水 不時還能看到 老式電話和金龜車 更沒說古早時代出現的縮衣 昔日的生活用品 如今都成為店家的收藏藝術 外面看起來滿有氣派的 那個裝潢這樣看起來很清爽 看到他們這個畫 台灣大概很少 跟我們年輕的時候 看起來那個感覺 就差不多四五十年代 那個這樣 視覺設計採用六零年代風格 就連經典人物李小龍 也出現在環境裡 悄悄的和你打招呼 濃厚的中國風擺設 融入新馬華人的文化 讓消費者彷彿置身在南洋國家 營造趣味的用餐環境 像是我們的舊式的腳踏車 縮衣還有很多的CD 膠片那種的 對就是整個就是 讓所有的客人回來之後 會發現原來六零年代是長這樣 對有那種六零年代阿嬤 有時候以前用的就是鐵杯 就很懷念 對因為在市面上 已經很少看到這種杯子了 還有鐵盤 講究環境美食也要搞噱頭 這款爆紅的彩虹吐司 翻開來拉絲千絲畫面超級用人 五種顏色的起司粉嫩少女性大爆發 只要通過考驗 店家還加碼送好康 有客人拉到一百公分 對就歡迎來挑戰 我們桌上都會有兩尺 就是要拍桌上的打卡 我們會有獎品 對就是拉三十公分送奶茶 拉一百公分就是送一百元的代金券 用了香蘭燕和火龍果 將起司染成綠色粉紅色 加上原色起司 立刻呈現繽紛色彩 裡頭的滋味 鹹香帶著微甜 口味特別 另一項店家的熱門甜點 也是來客必點 來一杯奶茶配上美味餐點 這份吐司經過咖椰醬塗抹 散發特有的鹽奶香 邊緣烤的焦脆 奶油溫潤的口感 咖椰烤吐司 堪稱新加坡的國民早餐 假鄉口味也讓客人回味無窮 還滿特別的 還滿好吃的 就是你只要去過新加坡的人 或是馬來西亞人 他們會回味 會想吃這種東西 從台中爆紅的南洋食堂 店長選擇加盟 到中和地區擴點 希望擄獲顧客味蕾 主打新馬太的餐點 主食也有推薦 堆得金字塔高的白飯 配上酸酸微辣的打拋豬肉 吃起來肯下飯 至於鹽香嫩雞燉飯 分次加入牛奶 鹽奶 陣陣香氣撲鼻而來 不過主打重口味的南洋菜色 台灣人會不會吃不習慣 客人接受度滿高的 台灣人比較喜歡吃清淡一點的食物 我們南洋料理就是主打重口味 但是回來台灣之後 我們稍微有調整了一下它的口味 就是沒有那麼的重 引進懷舊風 加上古色古香的環境 特色南洋料理店 在台北街頭引發商機 主要新聞楊正麗小楓 綜合報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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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